欢迎来到频道F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岩版林黛玉简直不要太美了 说起袁冰岩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2010年,袁冰岩考上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 2012年,完成个人首部电视剧夜问正式进入演艺圈 作为新生代小花,袁冰岩无论演技还是生活都备受关注 还有人说她特别像赵丽颖,或许可以成为赵丽颖的接班人 但是小编觉得,袁冰岩就是袁冰岩 袁冰岩凭借和张艺兴出演老九门里面的善良的丫头 而被大家所关注,演技也一并得到认可 后来又与诚意出演了一部仙侠剧流离美人煞而爆火 袁冰岩把玄机的六十不全,却又古灵精怪演绎得非常到位 再到后来的恢复六十,与诚意主演的《思凤相爱相杀》 最后大团圆的故事都完美刻画 随着流离的爆火,袁冰岩也一下躋身当红明星之一 但俗话说得好,人红就是是非多啊 网上出现一张图,是袁冰岩在拍流离时用眼药水的照片曝光 迅速网友们纷纷指责袁冰岩不专业,不敬业 作为一个演员演起哭戏来竟然还需要眼药水 不过剧组澄清过,因为一直哭一直哭 所以有了干眼症,需要眼药水去润滑一下 但是很显然观众粉丝们并不买账 不过,近日,袁冰岩参与了一档节目 挑战落泪环节再一次地证明了自己 看到袁冰岩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有很多网友说,袁冰岩是在把所有的委屈都化作了眼泪 倾泻出来了,确实作为一个演员来讲 最害怕的莫过于被人质疑 甚至更为严重的是进行人格侮辱 其实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偶然 对于观众们,粉丝们觉得他是一夜爆红 好像所有的甜头都被他尝到了 可谁又知这一夜爆红的背后是多个日日夜夜的努力 不顾一切的奋斗,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 梦想而不断地去奋斗,去努力 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完美无缺的 而这次袁冰岩参加了《最美中国戏》 带领大家一起梦回红楼 在这里呢,袁冰岩主要饰演的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而她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光看这造型,是不是就美得不得了 而在这里也是为大家呈现了一段舞蹈 可以说是把林黛玉的优雅和柔美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连旁边的主持人观察员们都赞不绝口 好多网友也直呼,袁冰岩就是为古装而生啊!真是太美了! 袁冰岩版的林黛玉有没有惊艳到你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啊!